嗯 嗯 在拍了嗎 我先喝的是很純的苦茶油 你看那樣津津的不苦 可以當保養用 但是一般市售的沙拉油 就不能夠這樣喝了 因為它不是這麼純 而且是經過精煉的 更何況裡面已經沒有營養成分了 有一種油家裡炒菜 煮飯不會用到 那在市面上也不太好買 卻充斥在幾乎所有的 加工食品和利用品 它就是棕鋁油 棕鋁油在加熱脫臭的精煉過程 會產生一種縮水乾油脂 簡單講就是有毒性的致癌物 比如說油炸薯條 油炸豬排 油炸雞腿 他們有時候會優先考慮 可以使用棕鋁油 因為棕鋁油它比較耐炸 那可以降低業者的成果 小區店夜市看到的油炸類 或者是早餐店的炸雞排漢堡肉 便當店炸豬排 還有餅乾泡芙巧克力蛋糕 仔細看包裝標示都有棕鋁油 像這個黑色巧克力 它原本就含有高溫200度精煉的棕鋁油 現在打散和奶油調和做成了蛋糕 高溫200度烘焙再烤一次 就會產生縮水乾油脂 哇香氣撲筆耶 但你看這烤盤就可以知道 可能會吃進了超多的油脂 事實上國內使用棕鋁油 比大豆沙拉油還多 統計了解 一年進口29噸的植物油 棕鋁油就佔了六成多 多是從印尼和馬來西亞進口原油 棕鋁油原油 只要是食品有油脂的 九成以上都是用棕鋁油 在國內工廠再製精煉 精煉過程就會達到200度的高溫 或者是更高 進到腸味道交互作用之後 就產生了致癌物縮水乾油脂 尤其是因為植物油 它經過脫臭去除不良的味道 那脫臭的過程 因為會使用到比較高的溫度 通常會使用超過200度烯 另外是在正控的條件下 那這樣的一個條件會導致 植物油中的三酸乾油脂 進一步分解成單酸乾油脂 跟雙酸乾油脂 另外單酸乾油脂跟雙酸乾油脂 再進步反應 形成縮水乾油 日本的一個科學家 他們當時就有發現到說 這個濾離子含量高的話 它就會造成這個縮水乾油脂 化學反應的這個產生量呢 就會比較高 當吃下的棕櫚油製成的食物之後 在腸胃道裡面發生化學作用 目前的這個縮水乾油脂呢 我們要把它排掉其實不容易 我們油進到我們的小腸 它會被吸收 然後會進到身體裡面做代謝 所以要把它排除掉 說實在話真的不容易 從營養的觀點來講 因為棕櫚它含有的飽和脂肪酸 尤其是棕櫚酸含量非常的高 將近百分之五十 那如果說我們攝取高量的棕櫚酸 對於心血管會造成比較高的一個風險 只要產這過程是高溫200度 脫臭脫色處理的經濟油脂 就會產生致癌物縮水乾油 市面上各油品當中 又以棕櫚油含量較高 但我們跟國內的油廠業者 以及油脂工會表明要採訪的時候 他們表示不願意耶 但是說會配合衛福部洗藥署的規定 而這個縮水乾油脂會致癌的消息 早在2000年的時候 國際癌症協會就已經宣布是2A級致癌物 所謂2A就是指人類很有可能有致癌性的意思 但是衛福部直到2019年10月 才預告訂定限量標準 食藥署又晚了3個多月 2020年1月14號 才召開產業說明會 和業者溝通之後 又延遲了預告程序 監察院介入調查 發現這個會議 根本就沒有消費者代表參與 沒有通盤考量不同厲害關心人的意見 等於是官方的食藥署和棕櫚油業者 自己關起門來開會 沒有錄音檔也沒有竹字稿 程序不透明 那終於在去年2021年的7月1號 實施縮水甘油的 簡稱叫GES的限量標準 但也只訂定在嬰兒配方食品 較大嬰兒配方輔助食品 以及特殊醫療用途 嬰幼兒配方食品的限量 等於在食用油脂成人的GES 到底該吃多少量才安全 在今年1月26號預定公告 但是要到2024年元旦才要實施 所以食藥署應該要加強追蹤 真的要打屁股 應該輔導國內業者對精煉油加工過程 要如何減少GES含量 保障民眾的飲食安全才對 油茶子啊 油茶子 你看到這是油茶子 去殼流子之後 在機器裡面翻炒 滿室的香味好比咖啡香啊 榨出新鮮的苦茶油 有經過濾鏡的過程 最後是金黃色的油脂 由於沒有一般油廠的200度高溫 脫臭脫色的過程 保留了油茶子本身的營養 它的樹種是山茶花樹 平均兩顆山茶花樹一整年的果實 才榨成一瓶的天然苦茶油 最後還會做酸價測試 出報告讓消費者安心 那一個好的油呢 它的氣泡會比較細小 然後上去 它的上去的這個速度呢 並不會太快 就是說如果本身油脂含水率太高 那它的氣泡上升就會很快 然後上去以後它也會破掉 那真正好的油呢 它本身的油脂含量比較濃的時候 上去它後來其實甚至有一些 會直接停留在這個中間 那上去以後它的泡泡也會維持很久的時間 會破掉 它的油脂的那個濃度比較高 那表示相對它的含水量就比較小 它非常適合就是我們東方人的飲食習慣 就是它的發炎點可以到220-230度左右 所以它跟橄欖油比較起來 它的發炎點是非常高 然後喝完之後你就是在含的時候 的口腔也可以把這個油就是包在你的口腔 因為那幾天我腸胃不太舒服 所以自己就喝了10cc的純苦茶油 有那個堅果的味道 出炸的純苦茶油反而沒有苦味 還能抹在皮膚上 你看那老闆的手比我的還嫩喔 經過十幾分鐘之後就吸收進皮膚裡面了 但是一般市售的精裂油是抹了 直接浮在皮膚上一層油 沒有辦法這樣做的 你的大腦其實非常需要油脂 對 那如果你不給它好的油脂 當作營養的補給 最容易聯想到的就是十字 言歸正傳食品包裝看到的棕櫚油 建議要少量吃 因為有標示的還算看得到 看不到的恐怕吃進更多 而有的產品可能只標示植物油或者是植物脂肪 它很可能也是含有棕櫚油 它就像是牛油豬油的動物油脂一樣 含有飽和脂肪 攝取過量會導致心血管疾病 這邊吃一點那邊吃一點 就累積了不少縮水甘油的致癌物了 還有一個不為人知的秘密 就是它會破壞雨林 你看過印尼和馬來西亞大片的雨林 整個被產掉刨除嗎 這是賴小英和維尼王為你製作的 食安趨勢報告 我們擅盡媒體把關的責任 另外如果你有看到中天快點購 去那邊購物的話 記得輸入賴小英代購碼 CTI001 會有優惠折扣給你 有任何建議 歡迎留言在下面告訴我們 我們下次見 nämlich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